因为我们之前也会谈论所谓中国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中国思想的本质是什么 您在写这个书的时候肯定也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是这个问题重要吗 我觉得我不是太去追求终极答案 终极答案总觉得太抽象了 你比如说我最近写了几篇讲演稿 讲的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历史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也算是一个回答 但是你要说再抽象出来再往上走 好像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答案 我们的史学的传统 比如说从司马迁开始或者说班固也好 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史学传统是什么 一直到1902年 它这样我们的史学传统肯定有三个方面 它跟现代史学是不相容的 一个是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基本上是把中央王朝都叙述的主线 其他的都是附庸 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个它是围绕着政治 就是王朝的更替 君臣的世纪 这个也是不合乎我们现代史学 第三个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以精英人物为主的 它不涉及到社会底层 所以从两几条新史学就号召改改这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觉得很多西方现代史学理论 其实他们有一些解决的码 因为欧洲也是变得更去的 那比如说您觉得中国的历史书写的传统跟真实的历史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写好像不管发生多大的变化都能够写回去 都能变成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 因为过去关修正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从前朝的历史论证本朝的合法性 所以那个历史书写不会太多的去把整个社会颠覆性的那种变化去写出来 我们的历史基本上是写谈恋爱 不写生孩子 其实真正的要写的是什么 就是说发生了这么多变化以后 生下来的那个孩子是个什么样 假定说你特别关注的是说 一个事件对这个事件之后的历史和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的话 你可能很多判断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有时候老是在想说 咱们能不能有好的学者去写 就把中国的这个一百多年加速度的变化 其实应该分成几块把它都写出来 那比如这本思想是写到了1895年 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个真正开端的时刻 某种意义上 对 那如果让您接着处理下来 我们不用处理到现在 处理到1925年去怎么处理这30年呢 就在更长的一个历史的语境之中 1895到1925 这是所谓转型时代 出现了很多新东西 比如传媒 报纸 出版 学校 这个是形式上的 但是从根本上的 我们仍然认为是从1895以后到1898 户序变化 中国已经出现三个录像了 一个就是按照英美这样的录像 第二个就是社会主义 还有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不仅包括中学为体系学为用 也包含了一个拯救自强的这么一个录像 其实这三个方向 哪一个方向强一点 就出现一个事件 有五次 就是这样 开始是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 但是很快 还是转型新文化运动 到了1922几年 中国文化大讨论 保守主义 传统主义 或者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这个跟自由主义的辩论 那到了1930年代 那就是社会主义来了 其实只有这三个东西在那不断地交错着 当然我们简化了 也好期待 当然这个说法太简单 这个说法太简单 我觉得您还是应该把它写完了 不行啊 这写不下去了 我现在电脑里面还有好多稿子 是当时写第三卷的留下来的东西 都有十几章 都写这么多了 已经都十几章 这可是写不下去了 再说我们处理不了这么庞大的资料 你写梁启超 梁启超的资料都够庞大的 对不对 你要真的要把那梁启超 身边的那些看完 这肺老劲了 所以还是去看春吧 还是去看春 会有特别的感觉吗 比如人生到了70岁 您内心发生一些变化吗 我好像感觉不是太大 因为我们仍然在工作 仍然还不断的要有新的一些想法 新的去做的事情 所以没有觉得生命好像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节点 然后到这个节点 突然一下子就变了 你这个皮鞋也太尖了吧 你怎么喜欢穿这种皮鞋 我正好拿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 正好碰到了 这个好像叫Teeskow Teeskow 对 这地方挺舒服的 您看 还挺 对 这个里边还可以 新一代的这些学家 你怎么看他们的研究 他们做的题目都很小 嗯 太碎 嗯 太碎 他们有一个讲那个晚清的笑话的 嗯 还有一个讲这个晚清的毛皮 嗯 我觉得他们题目都可能做得太小了 是因为对上一代的逆反吗 有可能 嗯 他们不太关怀中国说跟大的政治命运有什么关系 嗯 好像他们只是一个专业 嗯 一个技术 我都跟他们谈起来这个很有隔阂 嗯 他们会批评我们说 你写那么大的书干什么 嗯 你写那么大的宏观的问题能解决吗 嗯 有时候我想啊 就是说我们还把研究学术 不仅当做一种就是我们的好像整个生命都在里面 同时我们非常自觉地说我们做这个题目它到底能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批评的意义 这个我一直为什么反来不去讲一句话说历史学家是诊断病原的医生不是开招动手术开处方的医生 我们是给你诊断病原的你听不听有你对不对 诶 这有有冒趣冒趣可以拍张照片 好 最近我就重新看了您写的1920年代整个中国学术重建的一个过程 既要继承传统然后又从外部来借鉴来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很激动反正是 您觉得您心目中的思想史的黄金时代是什么事 我好像没什么黄金时代 其实我们常常讲所谓黄金十年 就是1927到1937很多法律制度整个就是国家性的建设在开始 包括像各个大学的逐渐的正规化 包括我们这一行 就是说第一个时间缩短开始把神话和传说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建立了科学的史学 第二个空间放大中国不再是只研究汉族这一块满猛回藏都开始甚至更大的范围 第三个是史料增多甲骨敦煌 竹简大内档案开始发酵 第四个就是问题复杂 问题复杂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也有进化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维吾吾主义都来了 这样一来中国学术进入世界主流 而且世界主流很重视中国的学术的成就 可是这个时代突然被打断了 一方面是说日本对于中国的这个侵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中国当时的所谓现代化的过程 另外一个当然还有这个救亡使得迅速的就改变了整个中国 因为这个抗战救国的时候以民族主义中国特殊中国文化优越来解释历史逐渐的成为主流的思想 你比如说钱穆写国士大纲写得非常好 但是问题他背后那个民族主义和爱或者爱国主义的那种情感 其实是依托在抗战时期 可是脱离了抗战那个背景 别人看来就觉得 这是中国本位立场 中国特殊文太厉害了 对 还有他的现实的语境 对 这个人要看语境的 在此刻怎么去评价这件事情 这个在学术界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特殊论 我们都不否认中国有特殊性 但是你要不要共享一些普遍价值 要不要 比如说民主 自由 平等 人权 第二个就是说现存的国际秩序 你是融入还是另起炉灶 第三就是说你认为你那个特殊性是地方性文化 还是普世性文明 所以我是觉得特殊性不能强调的过头 否则的话你就等于是说 没有一体只有多元 各个国家 各个文化 各个民族都不能沟通 那怎么得了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 就跟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话题有关系 就是什么是爱国主义 一种是走向民族主义或者孤立主义的爱国主义 一种是对国家负责任的爱国主义 你让这个国家更好 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 这个是一个前提 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单纯的去抽离出来去谈爱国主义 它就变成会走向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 可是过去因为没有分清楚几个界限 听不得人家批评你这个国家 听不得人任何的非议 于是这个时候 我们也会有感情的 你比如说我 你要说中国这不好 大不好 什么都不好 我们也觉得挺不是滋味的 是吧 但是你总得听人家是不是善意的 是不是真的为你好 对不对 刚才您说这些区分 其实也是120年前讨论的话题的核心 好像仍然是在重复这些讨论 没有走出去这种感觉 其实思想史跟知识史是不一样的 知识是可以进化的 它在不断的积累积累积累就上升了 对不对 可是思想史有时候是不断的重复 一再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这个其实不奇怪 你比如说希腊哲学 他在讨论那个病 其实我们到现在还在讨论病 哲学是这样 思想史也是这样 它的变化主要是思想所处的语境的变化 其实你要说我们跟1904年 梁启超写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 中国古代民族之旧影 好像我们现在还是在它的那个 都不能说是延长线上 好像还是在它的原来的位置上 我们做的没有多少比别人高明的地方 有时候想想其实是蛮悲哀的 对这个东西怎么说服自己呢 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弯路上面 意识到这种之后是怎么安慰自己的 我觉得你说这个 我们走歪路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在正路上 我们怎么可能说 我明明知道是在走歪路 我还觉得我是在走正路 我是1980年开始发表论文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论文 有时候也觉得蛮可笑的 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论文来 可是你说什么时候变的 真的不知不觉 当然最主要是1980年代 对我们的冲击很大 就要有一个文化热 实际上是用传统文化当替罪养 去批评当时的一个状况 荆轲刺孔子 是吧 对 到了1990年代 文化英雄转向另外一批人 张太炎 陈英雀 胡适 其实我们当时借着学问家 仍然是在讨论思想 试图通过这样一批人 去讨论他背后的 为什么那个时候学术 了不起的 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就能站在 时代的前沿 这就是当时讨论的问题 到了9798以后 又一不一样了 现代性啊 后现代啊 包括文化批评啊 这些 就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 从1980年代慢慢一步过来的 这真是蛮有趣的一个思想的变化 他本身按理说他也是思想史 嗯 在中国这种思想文化传统里面流放 占你的位置 是不是王若元挺核心的呀 应该是古代讲九行啊 嗯 它流行是一个 古代中国攀土重泉 对于流放的恐惧的传统是比较厉害的 大家都认为 把它放逐到一个边缘的 或者不太好的地方 也是对他一种惩罚 比如说王昌林放逐到夜郎 就是现在咱们这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是流放 是啊 这是流放者之乡啊 某种意思 王若元就 对也是流放 嗯 但是流放再造了他呀 你说是那么说 嗯 我们很多搞历史的人 最容易犯这个错误 总是后见之明吧 嗯 所以我觉得是事后追忆的结果 比如说王若元没有凭这个江西藤豪之乱 和广西大藤霞成为大人物 嗯 他是不是能够后来说 悟道的这个地方 是他一生的转折 造就了王昌明的这个思想学术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是道着说的 嗯 是 我如果那时候没考上大学 嗯 在供销社里面干着 后来当个小科长 也还要说生活也不错 嗯 可是大田那三年对我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 包括咱们坐在这 我还是想问你 比如说对于一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就门外汉嘛 听到这种词 什么心与理啊 知情合一啊 就是怎么把它放在历史框架中理解 比如后来人这么多的人会感兴趣 带着这么大的轰动 很多所谓的原来本来简单的道理 没有那么玄乎 后来的人呢都要把它讲得越来越深刻 原来那孔子没那么玄乎 结果你们就把孔子解释成了好像思想深刻的包容现代性的 那还得了 就是加上了很多自己的体会 甚至有时候那种体会是不对的 完全离奇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朱熹 朱熹接到宋孝宗的命令让他出山 非常兴奋就写了一首诗 埋头书册无了日 不如抛雀去寻春 其实朱熹和陆九元是好朋友 就是陆九元跟他讲 这下好了 你总算见到皇帝了 可以直接把你的意见告诉皇帝了 朱熹高兴了吗 埋头书册无了日 不如抛雀去寻春 我要出山了 不就这意思吗 可是被他们解释成朱熹受陆主研的影响 他把客观维新主义 逐渐转向主观维新主义了 不去寻找知识 寻求真理 而是直接的去触摸世界 就像胡塞尔说的 我直接面对现象 有那么悬护吗 我觉得现在的好多这种 所谓理论家的 他的毛病就想太多了 想的想的都不是人家 是你自己的了 是吧 理论绕过来绕过去 结果反而是跟事实根本质 第一的巴掌点 所以历史学家不能搞文学 你要是说诗歌让我们这些人一剪 就剪完了 剪得一塌糊涂 就有点像拿X光机看美人 那点暧昧朦胧都没了 没了 这是搞历史的坏处 可是我们过去 因为很多做思想史的人 是搞哲学的那样 他们不爱讲历史 或者说把历史语境跟思想剥离开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他们做的很说服不了人 但是他们又恨我们这种做法 就是说你们这种做法等于是把思想降低了 把思想庸俗化还会觉得是吧 都是跟现实利益跟什么生活处境跟他甚至吃喝玩乐都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在思想史里面包括讲先秦两汉 我写得好像很多人批判我说 写得那么简单那么简单那么简单 天哪那深刻的都是你加上去的 包括您写的时候怎么去想象他们的思想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的关系呢 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就是说重建当时他的生活环境 那这个就给我们带来很多艰难的任务 就是说你要看非常多 你心里面至少要有那个感觉说 那个时代不是跟现在不一样的 然后那个时候他能够接触什么 甚至包括他吃什么什么 这都要考虑 就是对他后来的思想的理解增加了一个语境 对但比如说开始动笔写这么这样的书的时候 这是个浩瀚的工程 这么长的一段历史 哪个时期你写的时候特别兴奋呢 那个时段特别灿烂有意思 很难说 因为比如说吧 1895 其实我们早就有个看法 中国的近代史不应该开始于鸦片战争 真正根基的撼动和整体向西转 是1894 1895被日本打败 他觉得是欺持大陆 才开始有转变 巨大的羞辱 最巨大的羞辱 跟王阳明一样 被人家脱了裤子打屁股 他就要根本的去想问题 说我再也不能依靠皇帝了 又比如说我写那个盛世的评语 我就很得意 也很兴奋 或者说觉得过去没有人这么讲 填补一个好像是一个空白 我们看所有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思想史 唐初到盛唐 618年到755年都空了 为了填补这一块 有些人拼命发掘唯物主义 但是都不像样子 我就想到了一个说法 就是说盛世是平庸的 因为财学都用在写诗歌上 没有那个吃过苦 没有流放过 没有产生危机感 没有一个思想深刻的 所以我还特意在前面 写方法论的时候 写了一段叫做 无画处也是画 我们能不能写一个 没有思想的思想史 所谓没有思想史 指的没有精英的思想 或者说没有特别天才的 其实你看我们关注民众 你说昨天我们到大田 你像老海他们这样的人 他代表了相当大 相当大的人 你比如说他对他的药 今天早上我还给他看那个药 后来叫人去买了 他有多少思想 但是他的焦虑 反不反映这个时代 反不反映这个时代 一个普遍观念 其实很多人 就是做学问的人 可能他就不关心 可是你思想史如果缺了这一段 那算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其实当时写盛世的平庸的时候 其实脑子里面想的就是这个 想的就是 现实的有呼应的 所以最后我的思想史 出来以后批评的也很多 罵的最多的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去写什么 一般的思想知识和信仰 一般哪有思想 精英才有思想 有些人他根本就没体会到 他要是像我那么在大田待过就行了 其实我当然看 最喜欢看你写的一般的思想 信仰那块 我就有意思了 你如果是真的去接触过 接过地气 就跟他们的感觉就不一样 另外就是说 最早是我给学生讲课 我一觉得他们学思想史 这好像都很差 我心想那怎么行 所以我就说我自己来讲 结果就一边写一边讲 而且我那个时候写思想史的时候 其实心中一个很明显的 搏斗的目标 有一个敌 有某一个加强敌的气息 实在 因为他笼罩性太强了 你不把他解放出来怎么办呢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学的 实际上都是学的 跟王阳明要从珠子里面解放是差不多的 都一招 王阳明 王阳明也没最后也没解放成 我们大概最后也要解放成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当真的深经历史的时候 感受力怎么调动起来 其实亲历历史的人 不一定比在远处看历史的人 感受更强 以前张志栋讲 2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是身处那个时代的人 他可不一定体会那么深 所以我们倒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推开了一段剧率 再来反过来看这个疫情 而发生历史的那个地方 是我们特别熟悉的 真是感受 可能跟国在国内不一样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一直在 在做一个 每天做笔记 来不断地跟国内比 我们就感觉真的是 中国和日本差得太大了 我们有时候也会不理解说 日本为什么会是这样 你发现没有 中国这些年日本史的书翻译的很多 对 为什么讨论大政民主 为什么会走向战争 你想他是在讨论日本吗 其实他是中国问题意识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过去太多的强调 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 一一带水 其实我觉得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 中国和日本 它有什么样的结构性差异 而且导致了后来的路径不同 对您来说 这种最结构性的差异是什么 我们从政治文化角度讲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 中国古代政权的合法性 是所谓神兽王权 这一方面 日本有的 除了极少极少的 比如说足利易满这个时代以外 日本从来不是中国的朝共圈 没有这个供奉关系 他文化上虽然接受也很多 但是他一直有一种疏离的意识 尤其是在13世纪 蒙古西来刺激了他所谓神国的观念 蒙古连汉族中国都灭掉了 还灭不掉我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是没有 中国认为呢 合法性要以德配之 要有德 没有德 我推翻你 所以中国是承认汤武革命的 所以中国就不断的朝代变更 而是凡是朝代变更 就包装自己说 我是有德 我才得到你这个位置 日本没有的 天皇永远是天皇 只要有点学统治性 万事一系 好 这里面又带来第二个问题 日本天皇没有绝对的权利 对于国家的控制 不是严丝合缝 滴水不漏的 日本不可能推行像中国那样的郡县制 反而日本是封建制 中国呢 书同文 行同轮 车同轨 都得一模一样 好 那这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要颠覆 整体的颠覆 总是革命 不断革命 再往下想 第三个差别就来了 咱们中国是 文化从上到下 政治管理组织从上到下 长沙走马楼五检 你就看到最底下最底下的户 劳动力 人口 他都登记的 收你的税 像我过去在贵州的苗族地区 过去是吐司馆的 就跟那个封建大名馆的一样 哦 改土归流 成为编户齐名 再加上中国儒家教育非常发达 所以一直渗透到地下 可是日本呢 底下都大名管着呢 老百姓根本就不听你的 所以日本能保留文化 它的很多文化的象征物 都是从很早很早保留下来 不像我们破丝就破掉了 这就变成了一个中国的传统和日本的传统的不一样 再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宗教 日本思想史的主轴 是王权对神佛 是两极 中国不是的 中国王权和神佛是垂直关系 中国历史上有僧总统 道总统 或者叫僧统道统 政府任命的和尚道士来管这些 这个是咱们中国传统 一直到现在 你就看我认识一些和尚 拿名片出来 处级 正处级和尚 是吧 你日本的僧人神职人员 你就看 他不归政府 过去比瑞山的阎丽寺 是有兵的 有军队的 我们除了历史上传说的 少林十八棍僧之外 哪里看到四和尚庙里面有军队啊 连刀枪都不敢藏一个的 而且呢 日本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 跟中国什么 中国宗教因为没有神圣权力 没有绝对性 所以信仰者也不那么虔诚 鲁迅讲的最好了说 中国的佛教信仰 道教信仰 就等于是买股票 是希望将来的股票升值 赚大钱的 所以宗教不一样 日本过去有一个 非常非常有名的学者 叫做黑田俊雄 他其实也是讲的王权 神佛 他认为日本思想史呢 就围绕着这两极的摆动 影响到各种文化 我觉得这个总结 应该是比较可靠的 你搞哲学的 搞文学的 为了提倡人类之爱啊 你应该讲这个文化和那个文化很像 和大家都有共同性 但是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呢 可能更多的是讲 它不一样 如果你太多的强调一样 你没法解释 中国和日本为什么在后来 现代化的道路 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日本呢 它跟中国的差异 其实并不来自于思想的差异 而是来自它背后 语境 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差异性 决定了它思想的不同 所以我们一直就讲 思想史并不完全是 只是单纯的 旧思想 贪思想 它实际上是背后的政治和社会 影响特别大 感谢观看